Coco早餐 Coco's VIP Coco's VIP 今天我们请大的是一位知性的美女 她要介绍的也是一位知性的美女 是荆州看的副总编辑赖晚内晚 你早 玉寇早 大家早 我看你的小妹妹头好可爱 真的 年纪大了就要稍微休息一下 不要在人家面前说了 我们女人的年纪在某个程度上是 Frozen Frozen Frozen的 Frozen Frozen 要冻结的 好今天呢 这个荆州看的这一期的报道 这个我觉得非常精彩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这个新美 在她 以前我在飞碟做节目嘛 电台 然后她也在那 所以我常碰到她 那她很有礼貌 那对我来讲 她是一个歌星 是一个明星 后来呢 我在TVBS 这个也常常上节目 就常碰到她做女人 我最大 那我觉得她身上就已经散发出 高级的专业的那个色彩 因为你看她化妆的时候 她的化妆台前面就一排灯 然后她自己的要求 你听她跟那个化妆师的对话 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你们这一期写 解构蓝星美 放胆赚钱力 好精彩哦 来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你们选择了星美 OK 就是说我在想过去 大家对于艺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大部分都停留在台上 舞台上面非常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那事实上我们 大部分从那个媒体上面看到的 都会是说 哪些艺人投资什么 复业又失败啊什么什么的 失败的巨多 几乎大家看成 大家印象里面都是失败的巨 那星美其实我们观察她很久了 然后在过去两三年里面 也透过不同的管道要去约访她 但是她一直非常非常的低调 那大家知道 比较清楚就是她后来有去开餐厅 就是那个Kiki Kiki现在好几家店了 现在九家店了 而且我们也是做了这个题目之后 才发现原来她第一家店在延级街 延级店 延级已经22年了 时间过好快 就是22年前开 那就是说我们再过来看 现在台湾其实在餐饮业 你说一家开到22年的餐厅 现在还继续经营 然后生意还是非常的好 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非常好奇 就是说到底 星美在 除了在演艺圈上面的那个成功之外 那事实上她在商场经营上面 在餐厅的经营上面 她到底有怎么样 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个状况 然后成就她现在成功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有 刚好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采访到她 所以你们叫她艺人企业家 蛮有意思的 是演艺的艺 那她在这个蓝氏经济学 这个蓝星美出道的时候 其实她是因为家里面负债 对不对 对 所以她当时呢 是做这个走唱小妹 因为我看过这个东森财经啊 还有几个台做过她的 她的那个小时候 那刚出道的样子 脸圆圆的蛮好玩的 她是因为 她家里面好像姐妹还蛮多的嘛 她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然后家里面负债 所以才出来唱歌 其实应该这样 新美其实小时候的家境 其实蛮好的 她的主妇是做那个橡皮筋 所以她小时候 她其实在云林出生 那她小时候 其实是住在天目的 富豪区 是是是 然后她父亲 其实是职业军人 那后来她祖父过世之后 大概就是有一些财产啊 什么的 然后她爸爸就拿了这个钱 去做生意 做生意之后就经商失败啊 都负债三千万 你想想看 所以她十六 那个时候三千万 非常非常 对 非常非常的多 是 所以她十六岁 就等她念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这个到秀场 那时候可能台湾的秀场 比较蓬勃啊 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电视 电视台电视节目嘛 所以她就开始 她爸爸就下课的时候 她爸爸就骑摩车 到学校等她下课 然后呢 就带她到秀场去走唱 所以她是从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 而且她是在这个 那个时候她 大牌是说一台青啊 嗯 对 春姐姐 是 那这个 在金周刊的这一期报道当中啊 还有这个 蓝星梅他们家的这个全家福 你知道 她是云林出身呢 对 邓丽君也是耶 哇 真的哦 也是云林出身的啊 都蛮会唱歌的 云林这个好地方 那当时她的特色就是 她比较农庄艳抹一点 然后唱摇滚曲啊 是 对 我们现在播的是她的歌 这个新梅的歌 她的第一张专辑 农庄摇滚 就是农庄摇滚 对 没错 这首曲子 是 嗯嗯 16岁呀 我16岁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嘛呢 她就出来赚钱 她已经开始赚钱 然后帮家里还债了 可是你在她身上啊 看不到那种 那种流气 你知道吗 我觉得蓝星梅最好的就是说 她其实非常谦虚 她没有流气 对 在这个这个演艺事业里面打滚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81年就出道 对 那到现在你看 已经多少年 对对 已经32年了 对对 有 16岁加32 你在84年纪 OK 好 这个摇滚啊 这个农庄摇滚是她的出道的成名曲 对 那嗯 现在我们播的就是蓝星梅的出道成名曲 后来她就主持了我们大家都很熟的 鸡蛋碰石头 鸡蛋碰石头 哇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熟 没错 对 那你们访问她 嗯 也约了很多次吧 哦 对 所以两 我刚提到两三年 她最近为什么接受了 因为女人我最大这个节目 20周年 10周年 这方面是10周年 另外 另外一个 呃 就是说她是台湾第一个 就是整个节目是复制到新加坡 哦 因为这个节目 嗯 她这十年来 其实呃 新加坡的电 电视台有跟他们买版权 在当地播映 嗯 所以其实像整个女人我最大的 那些老师 达人老师啊 或是新美 在新加坡都非常的红 哦 因为其实他们这个播的节目 在新加坡收视率 非常非常的好 对 所以当泡楼就决定要做一个 新加坡版本的女人我最大 哦 因为其实天后 天气那边比较炎热 嗯 那可能一些化妆 或是一些打扮什么的 会有点差异 不同 对 所以要在地 是一在地的 他们当地新加坡店 对 就是跟TVBS买了版权 然后请了新美 跟他们的团队 对 就是过去 哦 一起去主持 对 我相信我是歌手 这个入脑入户 入什么 入清台湾了 其实我们还是有 台湾有非常棒的节目 跟一些想法 对对对 那蓝新美她1981年出道 这个走唱小妹 十年以后主持电视 然后她就开了她的Kiki 是 嗯 那她到底是怎么成功的 别人开餐厅都失败 对 嗯 事实上大家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疑问 大家开餐厅都失败 很多人了 我们也不讲哪些 但是为什么新美可以成功 我们就是这次采访的时候 我们觉得 其实让我们真的觉得 还蛮亚异的 嗯 第一个呢 她说她其实当时 在创业的时候 并不是没有碰到困难 是 她也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嗯 那她比如说她举例 她说当时她就觉得 为什么倒是人 一起一直走 你知道餐饮业 尤其开餐厅 最怕人的流动 就是今天 今天这个跟你说不做了 明天那个要走了 嗯 所以她说 她其实也曾经碰过 这样子的阶段跟时期 嗯 那我觉得新美会成功 是因为她还蛮亲力亲为的 嗯 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了 蛮多媒体的报道 嗯 就说 哎 她会去亲自去端盘子啦 做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当时 同事在讨论就说 啊 这个会不会只是做做样子 那后来我们 比如说我们采访了 她的好朋友 也是她非常熟的那个 就是她 自身自作人 薛胜芬 薛哥 嗯 那她就跟我们提到一个故事 那那个让我们非常非常的 印象非常深刻 嗯 她说那时候刚开的时候 有一次她到餐厅去吃饭 嗯 结果就看到新美 拿着菜瓜布 就蹲在那个厕所 马桶旁面 亲自刷 老板娘内 对 亲自刷马桶 嗯 然后示范给员工看说 你看马桶就是要这样子刷 才会干净 嗯 然后当下薛哥就觉得 薛胜芬就觉得说 哇 新美一定会成功 嗯 她连这样子都可以 呃 放下身段这么柔软 然后这么呃 细节 呃 关心到这么地步去做 而且亲自去做给员工看 哎 她是一个 嗯 对于这种赚钱 好像有一个 我觉得她有一些小DNA在呀 她当时为什么要开这个 Kiki的餐厅呢 嗯 而且这个Kiki这个名字 你知道91年的时候 是 台湾 当然那时候已经前沿角木了 因为我们大概8788年开始 就台湾前沿角木 但是她开的这个餐厅 是其实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 时尚风啊 那个时候 那这个很多人都 呃 这个觉得你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嗯 冲着她的名气去吃东西 她就会怀疑你可不可以开酒 没想到开老师 22年了 真的很不简单 她受访的时候 她有谈到一些开餐厅的 艰辛的这个过程嘛 有有有 她大概有提到一些了 嗯 那她当然 第一个我觉得说 刚刚那个 玉寇刚刚提到的 事实上我们觉得 你刚提到一个 还蛮大的一个重点 嗯 就是说我们看西门 她不管是在演艺深爱 嗯 或是在她后来投资副业 嗯 事实上你会注意到 她走的都是还蛮前端的 对啊 比如说她当时 她出道的时候 当时是玉女歌手 嗯 不知道 不知道听众还没有印象 当时像那个 林慧萍啊 嗯 杨林 金瑞瑶 可是她一出道 就是那种会唱又会跳的 嗯 就是能唱 对能唱能跳 然后打破了当下 就是事实上当下 我们如果以商场的经营来讲 其实当时市场上 是并没有那样子的产品的 嗯 对 那你看到后来一样 她后来再像 她也是很早就转主持 转戏剧 对 其实她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一个转折 事实上你会觉得说 她一直在突破 嗯 她一直在创新 那你说她后来那个时间 其实我们像现在你说 川菜啊 泰国菜 其实是非常的 已经比较普及了 可是在当时22年前 其实也还是算蛮 蛮早就做 其实有点复合式的 就好像川菜加泰国菜似的 反正就是年轻人 吃起来很爽的那种味道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大家只是看到 新美的表象 就看到她说 她都非常的 非常的敢去做 一些突破什么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在私底下 其实做了很多的 一个努力跟准备 那我觉得这些 是大家没有看到的 平常心讲这个 论外表 蓝新美不是最漂亮的 对不对 嗯 可是我觉得她有一个 让人佩服的地方 就是说 她改变了 人可以改变的事情 她也不否认 她也做过整形啊 什么她自己还 很高兴的承认啊 对不对 那 她以她的这种 这个外形啊 平 就是说 平良心说 你在演艺界 可能不是那么吃香 但是她就让自己 做到吃香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时间是8点33分 13秒 我是周一客 欢迎您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 最新一期的 经周刊的封面故事啊 是解构蓝新美 要这位 蓝帮教主吧 是不是 对 蓝帮教主 那她的放胆赚钱力 她1981年出道 1991年 跟八哥主持鸡蛋碰石头 所以 现在大概跟她童年 或是说比她小的 都是看着她节目长大的 是 新美等于说是 好像 透明人一样 被我们大家就像看着 这个 唱歌跳舞 然后主持节目 对 开餐厅 那 这个餐厅现在已经有酒家了 而且那个总店还在 盐金街那一块 她还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蓝帮的餐厅 生意非常好 对 那 这一期金周刊做了 蓝新美的 这个专题题目 就叫做 解构蓝新美 放胆赚钱力 你们把它分析了 说她为什么会成功 第一个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 事实上在 我觉得在经营事业上面 第一个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门外汉 其实很多的艺人投资副业 其实她根本 她熟悉的是 演艺的这一块 表演的这一块 事实上她对于 其他的行业 可能不见得那么的清楚 那一般人都觉得说 好像开个店面 开个餐厅 卖蛋挞 卖能饮 什么 好像很简单 其实里面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 那我觉得第一个重点 就是新美会成功 第一个 她非常的重视专业 对 像那时候 薛胜芬就讲 说其实新美 在当艺人的时代 她就非常的 重视这个专业 她会听一些专业人 给她的一些意见 那事实上 就我们所了解 她那时候 刚开始来开Kiki的时候 那时候是 你知道吗 那时候在华市附近 有一个 有一家叫黄成老妈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然后其实一开始 穿一头 好有名 对 所以一开始 他们其实是 Kiki是跟这个 这个老板合作 所以他们当时 为了 那时候开第一家店 为了要去 让整个菜色 或是这个口味 他们还特别 跑到了四川的 那个餐饮学校去学 到大陆的四川去 是 然后其实新美 也自己跑了好多趟 比如说到四川 去找那个辣椒 找食材 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第一个我觉得 她非常的重视专业 因为你自己根本 是门外汉 不是懂这一块的 所以她就是自己 有亲自过去跑 然后非常重视 这个专业的一个部分 包括在厨师 这些养成 他们后续陆陆续 都还派厨师到四川去 对 那到 因为到现在 要开发新菜 新菜色 要自菜的时候 其实西门 也都会亲自去参加 那我觉得第一点 是这个 她非常重视专业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第二点 是她非常的 应该怎么讲 她会 在重视专业这块之外 我觉得她不会 她还蛮清楚 她自己的一个 是不是整个准备好了 就是过去很多人 会投资失败 是因为她觉得 哇 这个 你刚 玉寇提到的 很多艺人的光环 刚开始生意 会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我觉得 西梅在这个部分 她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她自己的团队 是不是ready好了 所以你看她 其实22年 才开九家店 也算扩张的不快 对 所以我觉得 她是在这个部分 她走得非常的务实 像那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 她其实在 开前面一两家店的时候 其实就有人来找上门 就说 你要不要开始 就是做那个冷冻包 就是打那个Kiki 然后在大卖 在那个量饭店 好像听起来 是非常好的一盘生意金 对不对 可是西梅那时候拒绝了 她拒绝的原因是说 我根本就不懂 所谓的这个 整个工厂的 这些生产的流程 那你东西出去之后 品管谁要来负责 所以我觉得 她在这个部分 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因为就刚刚我提到 她一直是在 这个部分的门外 其实你要开 单独一家餐厅 这个事情就很琐碎了 你更何况走到 所谓的连锁的经营 她这九家是加盟的 还是直营的 是直营 全部都是直营 能够品管 不过她 那个时候她做美食 有一段时间 当然她这个店 好像很多她的这些 亲密归友 朋友都是她的股东 就是可能 就是小股东 那最主要还是西美 西美还是在 她那时候她讲 她说她其实刚开店的时候 多辛苦 她说她永远是最早到 最晚走 九点半到 然后最晚走 她说十二点 十一二点才走 对 那她这个 因为做得很成功 有一段 她在演艺界 好像感觉到 萧胜利基斯的 她只在电台主持个节目 然后大家觉得 西美以后就变成一个 这个饮食的这种大企业家了 突然有一天她冒出来了 然后做了女人 我最大 那变成一个大美女 她又变成另外一个 突破的自己 对不对 对 所以她也算有一段低潮期 有有有 她有一段低潮期 那时候就是 也有提到 就是说 事实上过去 她说过去 南西美就等于一个 收视率的保证 就是刚刚提到了 像那个鸡蛋碰石头 那时候多红 然后金曲龙虎榜 什么 她其实后来陆续 跟那些所谓的 主持界的一哥 其实都有合作过 然后她说 为什么 就是到 有一天她金曲 她说以前过去 开新节目 可能这个电视台的高层 或是那些配合的单位 都会送花 她有一天在 就是大概在 有一天她开了一个节目 就发现 不仅没有花 连便当也没有了 又有 身价都抖价 就会觉得 其实演艺圈 是非常现实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她就说 这样子好像 她自己也觉得 她其实我觉得 还蛮有危机 可是在那个时候 她其实已经开始 开餐厅了 然后那时候她就说 其实她那时候 就想说 那她干脆 就是退出演艺圈 专心到大陆去发展 那个时候刚好 她有取得 那个爱迪达的 那个中国代理权 她也好聪明啊 对 就是那时候跟任贤奇啊 还有那个 有个女鞋品牌 台商的叫达弗尼 然后他们就一起 拿下了整个 那个中国爱迪达的 那个经典款的 中国代理权 所以她那时候 其实是有想说 那就是在 呃 02年的时候 她就想说 她干脆就 既然那个状况 其实所谓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在演艺区也是这样子 而且她真的也是 在这个业界 非常资深了 然后刚好在 她萌生推的时候 刚好女人 我最大的这个 呃 制作团队找上她 可是我觉得 她真的还是 蛮有眼光 就是刚刚 郁寇提到的 其实她的基因里面 真的对 你赚钱的那种 她闻得出来 像学生们就形容她 她说她其实 她有非常厉害的眼睛 嗯 然后她非常 有非常灵敏的嗅觉 嗯 而且她有那种 就是辨识非的那种耳朵 嗯 就是能够做决定 别人给她建议 她会从里面去做 就是我觉得 她里面还是有一些商业 好像生意人 这样子的一个基因 她当时跟我们形容 她说 她一听到说 女人我最大 这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找 她就说 这个节目一定会成功 可是她自己哦 就说 因为她有一段时间 Kiki 嗯 把她界定为 她是一个很成功的 这个 嗯 餐厅的老板娘 是 嗯 那好像在演艺圈 又年纪又大了嘛 对不对 那个演艺圈又很现实啊 对吧 美眉 嗯 这个 嗯 可是 她可以克服年龄啊 她让自己从一个手女 变成一个大美女 她主持女人我最大 嗯 她所做的这些题材 刚好就是台湾在 经济起飞当中的 跟她同龄的 亲手女啊 这个 呃 或是说比较成年的 手女们需要的 题目 可是她自己啊 她这十年当中 她给人家感觉好像 她就让人家觉得 我在女人我最大 当中 碎变成为 一个大美女 你知道 这她的 说服力太强了 那所以 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看 包括很多外面 跟制作 呃 TPS都都认为说 其实女人我最大 哦 现在能够走 能够呃 拨十年 刚刚因为蓝星眉的关系 对 所以其实女人我最大 这个节目期几乎更新美 划上了等号 对对 那事实上 刚刚呃 预寇提到一个非常重要 是你刚刚提到 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那 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 也没有这样类型的节目 其实我觉得她的眼光 其实看的还蛮准的 她的嗅觉 那刚刚提到 事实上 西美在这个节目 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她已经这个节目 制作十年了 她每个礼拜三 礼拜四录影 可是你知道吗 这十年录一日 她每个礼拜一 一定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去跟制作团队开会 她会提出她很多 其实很多 她们制作团队跟我们讲 其实很多人 就组织这么久了 都是可能提早到个 几分钟 半个小时 那她不是她一定要亲自开过会 那比如说像这次 她到新加坡去主持 节目也是已经一年多以前 她就到新加坡 飞新加坡 然后去观察当地 比如说女性 她们的女性的化妆 她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她也去跟制作团队 去了解 那像 我在举例 事实上她这个节目 她为了这个节目 她十年来 她不接 代言 不去做任何的代言 对 她其实接代言 她可以赚很多钱 而且又轻松 那那时候我就问她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她说我怎么可以接代言 我接了代言 比如说她接了口红 或是什么 然后她又在节目 去介绍其他的产品 其他的保养品 她说这样子不是很对不起厂商 所以你看 她其实为这个节目的 你说牺牲也好 或是一些坚持也好 其实也是蛮逆人佩服的 对 然后另外 比如说她这次第一季 她自己自套药包 比如说她们第一季 就是有一次好像介绍 春天的这个鞋子 她自己带了一个五十几万 大概带了两三双鞋子 她自己买的 她就带到节目上去秀 然后这次向到新加坡去 有一个记者会 她身上的那一套白色的礼服 她自己花钱买的十八万 所以她在这上面的投资 其实是非常大的 她好像这个爱马仕包最多的 凯莉包 这个因为她 你知道她把 她其实你看她1965年出生 随便算一算 也知道她几岁了 但是她克服了岁月 对一个女性的影响 那她这个 她也不讳言 她用了一些这个医学 这个整形 可是她非常有毅力的 让自己的身材 像芭比娃娃一样 而且还拍照 还举行演唱会 你看她演唱会多夯 可是我觉得她平常 像我在电梯啊 什么看到她的时候 她就是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这样低着头 她也不是那种 那个什么 好像那个我们的英文叫做 吞了一把伞 就很骄傲的人 就叫做她吞了一把伞嘛 这个swallow这个一个embrow 就得意的那样子 有没有 有些人就这样 觉得自己成名了 就好像喉咙里有一把伞 那种就是下巴都挺着 她不是 她穿个小拖鞋 在那里晃晃像小女孩 可是我看到她 我觉得 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她 我觉得她改变了非常多 她甚至于把一个岁月都征服了 这个是不简单的 然后她还让女人 我最大这个节目十年 培养了非常多人 对 像一些老师 大人老师 你知道这要有很大的胸襟的 对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照顾后悔的 其他的人都在代言广告 有没有 上她节目的 不管是 发型的 这个造型的 或者是彩妆的 保养的 那都是那个 然后她们还出了杂志 对 她们后来因为这个节目 衍生了蛮多周边的一个商机 她非常知道自己该赚什么样的钱 而不让自己赚太多钱 而稀释了她的这种教主地位 是 事实上我觉得 西美在台上跟台下的反差是蛮大的 台上很奔范 台下很害羞 对 就是你看她台上非常的 妈妈唧哩呱啦的 然后也会开很多玩笑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私底下是一个还非常严谨的人 是是是 很多艺人都这样 我们今天这个广告 马上回来 今天很精彩 为各位介绍金周刊的最新一期的负面故事 结构蓝星梅的赚钱能力 她是放胆赚钱 但是在放胆的过程 有非常细密的自我的这种目标 同时呢 还有很强大的执行力 其实蓝星梅最令人觉得厉害的地方是 她有执行力 很多艺人的投资都指出钱 不出自己的智慧跟能力 那这是错误的 立刻回来咯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我们所访问的是金周刊的副总编辑赖万里 8点48分38秒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各位请到金周刊的副总编辑赖万里 在我们节目现场介绍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金周刊所谈的是 从未家庭扛在三千万的走唱小妹 到身价15亿元的艺人企业家 而且她的身价还逐渐在增加当中 以结构蓝星梅放胆赚钱力 说她有极大特色 敢相挺敢弯腰 敢跨界敢分享敢创新 其实她这个敢分享跟敢弯腰 这就不简单了 是是 她好像在这个演艺界还是一个大姐大 这个照顾朋友啊 她非常对 她非常对于这些后辈啊 或者什么 她非常的提心 提拔 我举个我自己亲身现场的一个观察 像这次到新加坡去 那他们有开了一个就是新加坡版女人 我最大的一个记者会 他们五月下旬就要在新加坡播出 那事实上那个节目 这个记者会上面一起人 请了达人老师 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女人军团 那当然记者会上面 大家都还是把这个焦点聚焦在新美身上嘛 就会问她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这时候就发现新美会丢球 就是给那些 当地的 对对对 就你说那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跟记者讲 那我们来先听听看这些那个小小小妹妹 怎么讲他们的看法 那事实上你会发现她在 不管是台前台后 其实她都非常非常的照顾 照顾这些后辈 比如说她那些兰教帮 比如说像小柔啊 黄小柔他们啊 然后张本渝啊 郭彦均 他们都是属于兰教帮的 那他们就跟我讲说 事实上新美做人做事 是非常有原则的 比如说她就会规范他们兰教帮 她有几个纪律 第一个不准碰毒跟毒 那很重要 对那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孝顺 好可爱 其实新美本身是非常非常孝顺的 然后我还问了那时候 我还问了她这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孝顺 她就非常奇怪的看着 她说你不觉得孝顺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说的也是 也是 对对对 然后另外比如说她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她一定要守时 就是规范他们的那些旗下 一定要准时这件事情 就严谨吗 对就是非常非常严谨 然后比如说她 第一个就是不能有那个价值 所以这就呼应到 刚刚玉寇讲的 好像你在 那私下看起来就是个小女孩啊 绝对没有巨星的骄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她其实 他们就称这个 是兰教帮铁的纪律 太好了 就比其他教帮好吧 还喝酒打人 不新美有个好处 你说大家会写说 哎呀她有很多爱马尸包 可是我觉得她在节目里面 她把自己打扮成为很漂亮 因为女人我最大嘛 就她都穿最时尚的衣服 然后让自己是最完美状态 出现在荧幕上 是要证明女人 我最大这个节目 你可以看 看了之后可以跟她一样 可是她并不会炫富 就是说不会炫耀自己 那她在新加坡这个节目 是也要打造当地的这些团队吗 就是说在地的这些 这个造型师啊 这些 是是 因为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说 去新加坡 想去新加坡做这个节目 当然是新加坡 首先是新加坡电台 电视台来找他们 新加坡电台是国家的呀 对 新加坡这个管制媒体蛮多 对对对 那因为他们过去 有转播台湾版的这个 女人我最大 后来他们发现 因为那个节目 其实在当地也非常的红 可是你知道新加坡热 一年四季都非常的热 对 所以造型啊什么的 衣服什么有不一样 就是可能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兴起了 所以其实所以他们也谈了两三年 那事实上我提到另外西美的一个特色 他其实他观察力非常好 他非常会去观察 他说他其实平常画不多 私底下他不多画 可是他蛮会很仔细的去观察一些状况 然后他就提到 像这次我就说 那你有注意到新加坡的女人 就当地的女性 他们的 他说第一个 他觉得当地女性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天气热 要不就都不化妆 几乎不化妆 要不就是妆化的太浓 然后另外我就说 那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然后就说 其实他观察到 新加坡的女性不太会穿内衣 他们都穿 把魔术内衣带过去 不是他们都穿小一号了 因为新加坡热 所以你的就是可能是这个 布料比较薄 然后可能是短袖布料薄 所以其实他说你这样子挤出 背部会挤出一块肉就不好看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他其实他的观察 他有他的一个观察力 那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 时尚教主这个地位 其实他从过去那个艺人 百变天后 大家给他百变天后 这样的称号 他从百变天后 到所谓时尚教主 其实我真的觉得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他自己也做很多努力 我觉得他的身上 就是看到说 这个岁月是可以被征服的 第二就是说 女人我最大这个类似节目 在别的频道也尝试过 但是就做的不如他好 因为这种节目 一定要质感非常好 就你节目主持人 某种程度 你恐怕还是必须有一些内涵的 那心梅的内涵呢 在于他在社会大学里面的人生阅历 对不对 所以他给很多人一些指标 那金周刊这期呢 在封面故事上介绍他 一方面当然也是在讲一个艺人企业家 那你觉得他的未来性还在 他虽然现在已经四十七八岁了 可是他的这个事业感觉到好像 才在起飞阶段似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以餐厅 他上次曾经有提到是说 因为他的餐厅在那个成品 其实里面有设 那去年不是刚好成品到香港 去开第一家店 然后那时候他其实就有讲过说 他有考虑是不是就随着成品 就是也进驻那个店里面 进驻香港 就是拓展到海外地区 可是就像回归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他还蛮务实的 我觉得他有那些风险的一个概念 他说因为整个在后端的部分 包括一些物流啊 一些配送的部分 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没有办法 但是他说未来 他不排除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或是机会 那你看他现在随着他的演艺师 因为女人我最大这个 他在新加坡 像我们这次去新加坡 他们也有就是跟当地的一些 那个观众 他们有举办一个活动 哇你看那个商场 人山人海 然后我就问旁边的 就是说你们怎么对 蓝星梅还这么的熟悉 他说因为女人我最大 他们太红了 对 所以他们在当地也非常 最好他把 KK餐厅把那个海南鸡饭 那个最好吃的引进来 谢谢 谢谢金周刊 非常深入的报道 这个蓝星梅 很精彩的报道 很精彩的人 也很精彩的解说 谢谢 谢谢婉莉 谢谢米妇 今天是周末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礼拜一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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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